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我的那一套出租房 是我第一次买 你们都知道 我已经说了太多次了 想到你居然这么啰嗦 但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有关我所遇见的 5个意外问题 你们就会发现 我有一些笨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不觉得 我应该隐藏这些事情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可以知道 我真实的这个过程 首先有一个我觉得 特别特别难受 就是装修的问题 原来我认为因为这个房子 有六间三位 我就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房子 分成两个房子 变成一个双拼别墅 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然后我录用了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的时候 我问他这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他说可以没问题 你就需要做这个做那个 所以我就听他的 然后就开始去做 我就付了那个钱 大概是我花装修的费用的一半 所以大概一万美元 花了这么多钱 今天这事就是花钱 所以他开始弄 让我可以有一个双拼别墅 第一他就弄了一些电力 屋内电力 他改了一些 如果他调整那个屋内电力的话 这个房子可以变成一个双拼别墅 另外呢 我们就建了一个墙 这两层完全的分开 所以一个家庭可以住在第二楼 然后一个家庭可以住在第一楼 他们完全是分开的 但是问题来了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建筑师 所以他不知道那个城市的要求 对一个双拼别墅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快结束了的时候 他开始申请一个双拼别墅的可许证 但是他一开始申请 他就跟我说 我不知道怎么弄 然后我开始想 你不知道怎么申请一个许可证吗 这不就是很简单吗 弄完一个双拼别墅的可许证 专业别墅比起来的话 应该更简单多了 有时就这么简单 你就跟那个城市聊天一下 然后如果他们让你改 改什么东西 你就改一下 所以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我在想 哎呀这个 这个general contractor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搞什么 坏说到底在搞什么 幸亏我没有花更多的钱 因为我录用了一个建筑师 一个专业的人来到我的房子 我问他 这是可行的吗 我真的可以把这个 一家庭的房子变成 弄成一个双拼别墅吗 然后他就开始列出很多的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想法的原因 他就列出了很多的原因 然后我就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 我为什么没有找你呢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学会了一件事情 我学到了 不知道 有没有学会 但是我学到了一件事情 我在投资的时候 我不应该选择最便宜的道路 最快的路 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路 所以他跟我说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 我就说 好 好 我花了那个钱 我不能要回来 没了 完了 不可以 我就继续的往前走 所以我就换了我的想法 好 这个房子 这六间三位的房子 就给一个家庭来住 幸亏 我有一些 调整的空间 所以还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方式 但是没有那么好 如果我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双平别墅 就能用多的钱 但是没有关系 这是我 第一碰到的意外问题 第二呢 就是游泳池的问题 我一买到这个房子 游泳池就开始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在德州夏天 特别特别热嘛 所以很难很难让那个游泳池坚持的干净 所以我一买到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泳池就变绿色的 特别绿色 特别有很多的那种很脏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 持有一个游泳池的房子 开始联系那个游泳池管理人 他们可以帮我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回复我 我觉得太烦了 我让他们来修这个游泳池好几次 他们没有修好了 一直一直是那个绿色的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已经把房子放在市场上 所以已经有人开始来看那个房子 想一想他们要不要在那里住 然后他们一看到一个绿色的游泳池 你觉得他们想不想住 不想住 所以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来让这个公司来维修 修好我的这个游泳池 把它变得干净 最后我就不用他们了 我就换了公司 让别的公司来修好这个游泳池 终于现在这个游泳池蓝色的 是特别漂亮的 但是因为我用了别的公司 我放了公司就好了 我没想到会出这样的问题 第三呢 这个特别搞笑 我邻居在我房子的右边 他们很喜欢玩高尔孵球 我新买的这个出租房的右边 他们就喜欢玩 他们有一个net 然后他们可以打那个球 打进去那个net 然后就很安全 但是问题 有一次他们打错了 然后他们打到他们自己房子的旁边那个墙 然后他就 bounce回来 逛上去 我房子的窗户就装进去了 破坏了我的窗户 对 真的是 这也是我还没有找到租户的时候 他们就破坏了我的窗户 所以有一天 我来到这个房子 然后 然后我 我走进去我的房子 这个出租房 然后我看了地上 地上有很多的glass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说 有人进来 然后 drop掉什么东西吗 然后我就 我就trace 我就一直在看地上的glass 它的根源来在哪里 然后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窗户 然后我说 啊 傻牙 怎么发生的 我没有看到 除了glass以外 地上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终于我看到了 在房间的 另外的一边 我看到了 有一个高尔夫球 然后我就 我一看到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去我的邻居 我跟他们解释清楚 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们说 哦 当然这是我们的错 所以他们 他们不单单 付了那个 修好那个 窗户的钱 他们也找到了那个人 所以我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他们 他们用了他们 修窗户的人 然后他们 呃 给他钱什么的 所以 所以他们完全 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他们负了责任 特别好 但是 对我的压力 而言 很不好 就是我压力 一直在上升嘛 啊 特别多的问题 然后 第四呢 因为这是德州的 夏天嘛 特别热 我没想到 嗯 因为 我要有人来 看我的房子 看他们 要不要住嘛 所以我需要用 一直用空调 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我一直在用空调 我也需要让我的 我前院后院都 看起来还不错嘛 所以 呃 那个草地 需要 呃 需要给他浇水 所以我的 空调 和我的 水费 特别特别贵 就三个月以来 每个月都非常贵 啊 因为是夏天 所以要用的水 也比较多 用的空调 非常多 所以我每个月 大概花了 七百美元 至少 七百美元 有一个月 我花了一千美元 只是空调 和水的费用 我我没想到会 会这么贵 所以 我一直在想 怪不得 还是没有那么多人 在 有这样的投资 因为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然后最后呢 呃 第五个 呃 就是你们可能猜过吧 持续 持续成本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 my holding costs 因为有三个月 没有租户 所以每个月 我要自己还 那个贷款 那个债 呃 我没有租户 给我钱 所以 所有的费用 都是我在付的 如果我有这些问题 但是有租户 住在 我的出租房的话 当然 他们的钱 就会帮助我 但是因为没有租户 这所有的费用 都是 我需要 付的 意思就是说 我 没有想到 在三个月之内 我没有找到租户 这是 这是很少 很少发生的 我觉得原因 就是因为 它是六个房间 三个 卫生间 很少有家庭 需要这么大的房子 而且因为 这么大 它就 比较贵嘛 所以如果有一个 怎么说 比较有钱的家庭 如果他们想住一个比较 好的房子 他们不需要 六间 所以他们可以 可以买到一个 更漂亮 更贵的 四间 三位的房子 用同样的钱 呃 租那样的房子 所以 我会准备好 以后 我希望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 攒了足够的钱啊 什么的 然后就 其他的问题 如果他们再次发生的话 至少 是在我医疗之内 不是在 我医疗之外 我觉得就是因为 有这么多事情 是在我医疗之外的话 压力特别大 但是如果 如果 这是我的 expectation 如果我已经知道 这会发生 或者可能会发生的话 那么 我觉得压力 不会那么大 但是因为这都是 完全 新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 做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 在 房产 市场上 投资 所以我不知道 有很多很多 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你们看了 我真的 有点笨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经历 是 非常宝贵的 我学到了很多 以后我可以跟你们说 跟你们分享 我对自己 有 有什么样的新的认识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学到了 很多的耐心 就是 在 我 最有压力的时候 怎么对待我的妻子 怎么对待 我其他的家人 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 你最有压力的时候 你怎么对待其他人 这就告诉你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发现 我以为我是个 比较好的人 实际上我发现 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我可以装 我可以装 我是个好人 但是我一有压力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还是个挺自私 还是个挺 没有耐心 没有自律的一个人 所以我还有很多 有关道德方面 有很多要学的 然后 这次的过程 这样的经历 让我更确的 看见自己 让我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 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这个方面的学习 好 这样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你们知道 你们应该做什么 谢谢大家 下次见 adios muchachos